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作为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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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诸位同修 先开科著下策 八百七十一页 八百七十一页 请看第四行 八一方便入佛法善巧制 我们在前面一堂课 跟大家汇报 善巧制 前面的七个 它总共呢 有十个 这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这个一方便入佛法善巧制 它就是讲了 一法能够圆通一切法 环境上讲了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一多不二 所以菩萨它就有能力 以善巧方便 教化众生 只要是我们 欢喜 相信 接受 人人都能够得到利益 第九个 是无量方便入佛法善巧制 一法能入 无量的方便呢 也都能够入 我们学习佛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明行见信 念佛法门可以明行见信 参禅可以明行见信 读经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的 所以法法都是帮助我们大家 达到这个目的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大乘法里面讲得很好 会了 哪一法不是佛法呢 反过来怎么讲 不会 哪一法又是佛法呢 所以禅宗说得好吗 会吗 那个话可是意味深长 所以我们自己呢 要把这个佛法的真实之意啊 体会到 其实佛法在哪里呢 难道只有我们 静宗学院才有佛法 那对面天主教教堂有没有佛法 他也是佛法 那回教清真实有没有佛法 他也有啊 您到这个儒家的书院 道家的道观 有没有呢 通通都有 所以啊 一切法都是佛法 他没有例外的 那么佛法呢 可以讲是包容性很强 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 所谓是近虚空变法界 全部都是 最后一个 知 无边佛法 无差别 散巧智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没有别的 就是去掉我们的分别 去掉我们的执着 我们大家学习科著 已经学习到第32品了 请问我们的分别执着 我有没有放下一些 应该有吧 虽然不多 但是应该会有一点点 个人的嘛 接受程度不同 这是我们学习佛法 所得到的真实之力 所以啊 那个外道跟佛法不同之处 就是佛法 它不是心外求法 外道呢 都是心外求法 下面就讲 故知十种散巧智 皆源于深入经为 侧境心源 这是讲到啊 根本的 这十种智呢 代表无量的散巧智 而这些智都从哪里产生的 此题说得非常好 都是啊 深入经为 侧境心源 所以整个宇宙 这一切万法 都是从我们心想 而产生出来的 这个经为心源 就是指我们的自信 从根本之而差别之 这里讲到两个智慧 那它这个放的位置 不能够颠倒 它把根本之放在前面 差别之放在后面 这就对了 为什么 差别之从哪里来的 从根本之 这是源头 所以这个差别之 是它的用 根本之呢 是它的体 故能 了达 出生 所以啊 我们把这智慧的产生 要搞得清清楚楚 同时呢 要晓得如何去运用它们 在哪里用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佛法没有离开我们的人事物 它就在六层境界里面 宣说正入等等诸善巧之也 所以这个善巧之啊 数量那是无量无边的 佛讲经说法 这一次释迦牟的佛讲经 时间长不长啊 挺短的 是不是 我们看 阿弥陀佛的老师 世间自在往入来 他注视多久啊 四十二节 假如我们本是释迦牟的佛 也能够注视 不要说四十二节 四节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哪里 你就可以去 齐都觉山嘛 对不对 就可以去听佛 现场讲无量受精 可惜我们现在福报太小了 佛呢 只能够恒顺我们哦 福报不够吗 他只能够提前离开 他其实可以住多久呢 就像阿弥陀佛一样 可以住 有无量的无量 都没有问题的 那关键 那关键看我们的 这个境界如何 下面接着说 决定 事之定 而无疑 改也 改者也 这个决定呢 就是佛家常说的 善巧决定 我们一定要呢 把这个事实真相 看清楚 听清楚 搞明白 那这个需要什么 前面所讲的 十种善巧知 所以我们 想要有分 差别知 那就要具备什么 根本知 根本知是什么 好像上课常常提问题 根本知是什么呢 根本知就是清净 平等 就是觉悟 那这里所讲的 决定 太重要了 决定从哪里产生 决定是从智慧产生的 我们现在决定什么 决定要求生进土 决定要专利阿弥陀佛 那这个智慧是 所有智慧当中 排名第一的 大智慧 所以我们 要把日常生活当中 让自己烦心的事情 尽量放下 您再怎么操心 再怎么焦虑 再怎么生气 或者您再怎么高兴 这些事都是什么现象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什么是决定可以得到的呢 念佛念到功夫成片 往生极乐世界 那这是绝对可以得到的 所以真的要牢牢抓住 假的呢 就不能够放在我们心上 下面 有圣满宝枯约 决定为信也 什么叫决定啊 我们是不是真念佛 是不是真一修行 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说得简单一点 就是看我们大家 是不是真的放下了 其实我们今天听这一堂课 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看清楚是真相吗 把这个宇宙看清楚 把自己看清楚吗 而我们自己 有没有把自己看明白呢 把别人看清楚呢 看得很肤浅 不够深入 这个就一定要靠 佛经的引导 靠善知识的教导 所以啊 这个 是不是真正有修行 关键就看他 能不能够把这个誓言 看淡一点 到了最后 你看佛就完全放下 他完全放下 才能够称为 妙觉如来 后面呢 就总结了 故善巧者 随机应援也 这就说到菩萨们 能够在生活当中啊 真正横顺众生 能够啊 跟众生 起到感应道交的作用 决定者真实不变 所以我们的心呢 要保持得像佛菩萨这样子 不要常常呢 变来变去的 我们的心 是不是常常起伏不定呢 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心是什么心呢 这就不是真心了 这就是妄心 妄念 要改 善巧决定者 随缘善巧 细节真实也 佛菩萨所讲的 那个理是真实的 所讲的是真实的 他们所视线的是真实的 讲经说道 也是真实的 那我们听众听的呢 产生一个什么效果 会有信心 有人说 那我还是没有信心 怎么办呢 还是疑问很多 没关系 听完第一遍 信心不足 再听第二遍 第二遍听完之后 还有困惑 再听第三遍 要长时间的 寻修 底下说 论法无言 求法不倦 者 这个论呢 这个论呢 就是讨论 现在我们讲啊 这个分享 佛奖金是没有疲倦的 那我们听经的人 也不应该怎么样 又疲倦 这一点就不太容易了 是不是 你看我们在这边 坐上一两个小时 就感觉到什么 腰酸了 腿疼了 脚麻了 或者听这个法师讲的 不是很有兴趣 他听着听着之后 这边脑子就睡着了 功夫最好的 我们就亲自 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那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 就一个 从学年来的 一个女众同修 她就坐在最后一排 那时候我们都是摆桌子的 每一行都是桌子的 那这个同修呢 听了不到五分钟 她就趴在桌上 再过一会儿呢 整个讲床都听到 她的呼呼的声音 大呼 后来坐在旁边的同修 就走 就撞她 那法师讲经理 怎么可以打呼 她赶紧坐职 她坚持了几分钟 怎么样呢 又睡着了 这个都是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状况 这是业障 要想方式吧 突破 不过后来听说 这个同修啊 过了几年 他就生病就走了 而且走得不太好 所以说修行 什么时候要修行呢 趁自己这个身体还可以用 眼睛能够看 耳朵能够听 手能够动 脚能够走路 身体能够拜佛 口能够念佛 这个时候就要 急功累的 要消业障 假如他那个时候 就已经提前开始了 用功 我们相信他走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样的痛苦 后来我们又帮他回向 所以这里讲到 这个求法很重要 求法是说的自立 我们自立呢 不能够疲倦 底下静音书说 专要求法 心无燕足 自立方便 我们在这个世间 应该喜欢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里说者 讲的要求法 心求佛法的心 永无燕足 永不见断 尤其是现在 我们看到这个佛法 很衰 那这个正法 如果我们不把它继承下来 不把它学好 不把它做好 那就想一想 后面的众生怎么办呢 那就会变成什么 一代不如一代 是不是 那不就走下坡路了吗 所以现在佛法是摔到了底骨 因此呢 我们要发心 把传统化 重新恢复过来 常欲广缩 至无疲等 证明利他 我们想要利益别人 首先要利益谁呢 就要利益自己 怎么能够利益自己呢 至少要把如是道三家的根 给炸好 所谓是根之根 哪三样呢 弟子归 太上赶一篇 十三一道经 再加上这个无量寿经 一心念佛 决定能够往生净土 慧书接着讲 菩萨求法 为利他顾 所得法 必为他说 为一切众生 经无量解 而无疲倦 你看 菩萨的心 跟我们凡复心 真的是相差蛮悬殊的 他们求道 没有疲倦 度化众生 有没有疲倦呢 也没有疲倦 大家看一下 菩萨菩萨 行业品就知道了 你看 菩萨菩萨的心量 大不大 众生度尽了 他的大愿呢 才算是真正圆满 那换句话说 只要还有一个众生 没有成佛 他的大愿呢 就不会终止 我们现在有没有成佛 还没成佛 所以菩萨菩萨 现在有没有帮助我们呢 有 菩萨菩萨在哪呢 说不定就在你们旁边 你都不知道 每天跟你在一块 你都不晓得 他就视线各种身相吗 来度化我们 劝我们 要好好地 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像这样的善知事啊 太多太多了 所以当年 弥勒菩萨就讲得很好吗 佛菩萨常常在人间 但是众生呢 都不认识他 所以我们对待众生 一定要非常的恭敬 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个人 他到底是谁再来的 不要以为说他是一个凡夫 说不定他本身是谁呢 也许是某某佛 或者是某某菩萨 画现而来的 下面说到戒律的重要性 戒若流离 戒者 戒律 为戒定慧 三无漏学之首 这个漏 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那无漏呢 就说已经把烦恼断掉了 戒律啊 非常重要 你看三学 戒定慧三学 它是排在前面 那这边这是根基 没有戒就谈不上定 当然就更没有慧 把这个戒 广义来说 它是指的 三规 五戒 十善 这是我们学佛 入道的基础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首先把这个基础打好 可惜现在呢 我们大家疏忽了 这个戒律 佛家如果不重视戒律 儒家如果不重视 这个文常 道家如果不重视 因果 那这个 我们中国传统化 还存不存在呢 就没了 所以现在佛法 儒学 道家 为什么这么样的衰落 我们要把那个病根找出来 当然了 我们不能够求别人去做 可是有一个人 我们教他做 他肯定会做 谁啊 自己啊 对不对 求人 不如求自己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发心 把这个 金业三福 这是关键里面所讲的 第一福要做到 其实这三个根 您仔细看 它是不是金业三福的第一福呢 是的 第一福是什么 教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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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事师长 零八十个字 讲了一百 一十三庄事情 但是呢 字字句句都讲到德行的重要性 那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没有把地纸规做到 那我们能不能够称得上是人呢 不是人 那就是什么 那就很难听了 是不是 古人说人 人前面加个什么字 做到地纸规 六十分 称为君子 做到八十分 称为贤 做到满分 你就是圣 那换句话说 你只做到五十九点五分 那是什么 就不是君子了 不是君子 您是谁呢 大家心里很清楚 所以有地纸规 可不能够忽略 要认真去学习 其心正直 善巧决定 这个决定呢 就是讲的定 戒律 是戒定会 三无漏学之首 那我们呢 要远离烦恼 要把这些烦恼 统统放下 其实我们修这个三学 其目的 不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大家 远离这些烦恼 污染吗 后面说到 奉持戒律 明镜清洁 以致庄严 持戒净洁 譬如流离 经上讲七宝 这里就说到其中一个流离 我们是还没见过流离 只是听佛这样讲 据说这个流离宝呢 它是透明的 在这里它是表清净 另外在梵网节里面说 这次说到戒律 戒如明日月 亦如阴落诸 故曰戒若流离 这里 形容这个戒律 我们要持得像什么呢 像日月一样 日月 太阳是放光 月亮是反光 但是都是代表什么 代表光明 那我们看这个电灯 有没有想到要持戒 要看到 看到燭光 油灯 统统要想到这一点 这个阴落珠 据说是名贵的宝珠 也是有光彩 在这里它是代表 延持戒律 内外明洁 内者指心意 也就是指我们的念头 一夜清静 起心动念 稀里够然 哪些东西染污 我们的心性呢 太多了 谈成迟慢 自私自利 五一六成 明文立阳 您说这些东西 可不可怕 常常就围绕在我们身边 常常在破坏我们的情境心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 一定要知道 要远离这些东西 要把这些东西呢 统统放下 要放得干干净净 这是讲的内政的功夫 下面说 外者 威夷俱足 这个威就是威德 夷呢 是说的夷表 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夷 威夷啊 儒家有三千威夷 佛家有多少 八万四千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威夷啊 你现在看一下讲堂 我们这个十几个同修 有没有威夷啊 互相看一下 我们坐有没有个坐像呢 站着有没有个站像呢 走路有没有走路样子呢 还有晚上躺在床上 我们 佛家 连这个躺在床上 那个睡卧的知识 都是有规定的 大家知道佛吗 这个都是右写 那才是标准的 不像我们 我们一躺下来像什么 如果你晚上把个手机 把自己录一下 第二天早上一看 都不好意思 这里还讲到 要具足 所以沙米 他至少要做到多少威夷呢 二十四门威夷 完整的是七十二 所以出家人 要得到大家的尊重 他至少要做到沙米十戒 还有二十四门威夷 那当然能够做到 八万四千威夷 那就更好的 你看古时候 读书人 他是有谁为标杆呢 跟谁效法呢 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有什么样的德行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夫子五德 温 凉 两 功 简 让 所以呢 以前的读书人 都是以 孔老夫子 为榜样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他就会觉得 有愧 被人家称为夫子 夫子就是我们 现在所讲的老师 如果做不到 那就不是 真正老夫子的传人 而我们身为佛门弟子 要在这个五德的基础上 还要再讲 三福 进一三福 六合进 三学六度 还有普贤十愿 可惜现在佛法 真的是 我们感到很心痛 为什么 佛这么样的重视戒律 我们呢 疏忽他 所以呢 张家大师当年呢 教师父上人三年 每一次见面 把师父送到门口的时候 大师说什么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戒律 很重要 其实我们听这句话 听了好多遍 我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呢 还是要自己深入精证 至少我们要做到什么 弟子归 赶一篇 十三一道经 那才多少体会到一点 戒律的重要 下面说 德行于外 内外息解 故其言说 令众心悦成福 我们都很希望自己 要讲的话 别人怎么样呢 心悦 听得高兴吧 还有呢 成福 这个福啊 弟子规定里面讲得很好 它不但口福 还有呢 心福 所以我们自己不但要说到 更要呢 做到 刚刚说的嘛 武德 夫之武德 一定要认真去实行 假如我们只有讲 而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 人家听了之后 他怎么样 说我们呢 你在骗我 你只教我们做 你自己没有做 那肯定是别有用心 所以他不服 因此我们看佛菩萨 祖师大德 他们 给大众讲经说法之前 一定是怎么样 把他所 要说的那个内容 先落实了 那这样子 才会让一切听众 听了之后呢 大心里面呢 佩服他的说法 底下讲 吉法谷 建法床 要会日 会书乐 法音高响 犹如鼓声 威德吹邪 犹如圣床 在寺院里面呢 用很多法器 也用很多的 这些 表法的物品 这个鼓呢 是法器的一种 引擎也是一种 这么多的法器当中 哪一个法器的声音 最响啊 鼓 对不对 你看 咚咚咚 一雷鼓的时候 整个寺院都听到了 我们学院呢 因为买的时候 它这个建筑物 就是这个样子嘛 是教堂式的 大家有没有去过 那个传统式的寺院呢 你看那个鼓就很大了 是不是 比人都还高 那一雷起来 特别震撼人心 所以说 激发鼓 这个代表什么呢 传播佛法 震撼人心 而这个床 它是真正表示啊 我们的威德 我们只有具备威德 才能够谈得上 降福 邪魔 外道 灰日 照明 犹如 稿日 这个稿日啊 是指的 中午的太阳 这是最亮的时候 讲经说法 最大的作用 就是觉悟众生 帮助我们呢 回头吃安 一般佛门呢 尤其是古时候 这些寺院道场 大家都看到 他们在这个寺院的门口 肯定会有个旗杆的 那个旗杆呢 有时候是生帆 有时候是挂那个床 生那个帆 长方形的 扁扁的 它表示什么呢 今天要做法会 如果今天法师 要上台奖金呢 就把那个帆放下来 我们把那个床呢 它是圆形的 圆形的 长长的 然后把它再升上去 大家一看到 就晓得 哦 今天有上课 那喜欢听经的呢 它就进来了 这是个信号 慧书的这个意思 这里讲到法谷嘛 它是比喻 菩萨法音 行众远闻 那我们现在这个 讲经说法 方式跟古时候 是有所不同 大家不要以为说 我们这堂课 来听的 听众呢 只有十多个人 其实跟我们现在 同步在一起 听得有多少人 我们没有统计 你看这里不是两个手机吗 这架子 就直播的 那在海内外 同学们 他只要 点播那个软件 他就可以马上就听到 稍后呢 我们把它录下来 然后做成声音档 做成视频 放在网络上 那这样影响的面 就更广 更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 要尽量把正法呢 用最先进的科技 把它散布出去 让更多有缘的众生呢 都能够听闻得到 法床 与菩萨威德 吹破邪恶 这就讲到啊 诸佛菩萨讲经教学的作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呢 破迷 生心 能够帮助我们呢 纠正种种的错误 想法 看法 还有做法 家祥师接着说 建床是战胜之效 譬如说 法 祥母得胜也 所以啊 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床 一定要想到什么呢 讲经说法 它的利益太大太大 在这个时候 摩力量非常强大 那摩呢经常说嘛 有四种摩 不要说四种摩来干扰我们 只要有一种摩来 我们都受不了 我们如果没有定会 怎么能够克服它 怎么能够战胜它 所以经教 天天都要熏修 经教 天天都要听闻 会日 与菩萨智慧 照破吃安 一醒群迷 这个群迷啊 就是说 还没有开悟的众生 我们学习佛法 现在呢 释迦牧的佛 已经不在世了 那菩萨呢 现在也没有实现 菩萨的身份 作然他来 我们也不晓得 谁是佛 谁是菩萨 也不晓得 他是哪一位阿罗汉 但是我们现在 所能够看得到的 就是经典 所以佛当年就讲了四一法 那现在假的经典呢 也有出现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慧眼 去辨别哪些是真经 哪些是呢 伪经 参考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大藏经 所以凡是经上有的 我们就可以学习 那不是的呢 我们就放在旁边 这个就好 所以这个学习啊 一定要依据经教 那么如果有这些 善知识来指点我们 那就更好 有静隐书 以文思修三会 名词三月 书曰 言及法谷 欲文会法 这个文思修三会啊 是菩萨所修的 那我们呢 要明了 这个 集法谷 它是比喻啊 听闻 智慧之法 这个智慧之法 尤其是无量寿经 可以讲 在所有经典当中 它的地位是最高的 一切诸佛 都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学习这部节 这个我们在后面 经文当中呢 会看到 我们留在后面呢 再跟大家细讲 古生远辟 明 即法谷 这是讲到 佛 菩萨讲经说法的音声呢 可以传 很远很远 多远呢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讲经的声音 可不可以传到图文巴来 可以的 多远距离呢 十万亿佛国度 是不是 这么大的距离 这么远的距离 但是呢 在佛的 那个境界来说 它的声音是 时时刻刻 可以传到我们这边来 但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听不到 是因为我们耳根 有障碍 就好像 就好像你的手机吧 哪个零件 突然就怎么样呢 短路了 那这样就接受不到 讯号了嘛 那一旦把这个零件 更换 换个新的 再装上去 那不就 又可以接受到了 所以我们这个耳根呢 有障碍 把那个障碍一去除 自然 就可以听到 诸佛菩萨 讲经说法的妙音 建法床者 遇私会法 这个建法床 是比喻私会 闻私修三会 立意称建 易出名床 这是指建立法义 张愿于众 为建法床 佛菩萨建立这个佛法 其目的也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听得懂 能够理解 并且肯一教奉献 所以讲句老实话 图文巴的人呢 他们真的不知道 进驻学院 对他们来说 太重要 但这桩事情 我们又不能够 自卖自夸 是不是 我们总不能够跟邻居说 你知不知道你的运气很好 你能够住在图文巴 是不是 大家也没想过 整个澳洲 只有哪个地方 才有金中学院 这图文巴市 是不是 所以图文巴的人 过去身中 修的福报特别大 2500万人 只有这个城市 老而上才选建立 这个道场 但是没有慧眼 没有福报 他经过我们这个大门 他怎么样 他不进来 他听过 知道 我们现在因为肺炎流行 所以现在暂时不开放 那大家一般 以前都是周六 晚上会来 跟我们一起聚餐 他再来一次 不过他来那一次 也不错了 至少他还知道 有一个概念 佛教道场 所以我们在这边 要把佛法的种子 尽量地散播出去 广泛地宣传 后面讲 言要会日 除痴暗者 的确是 怎么才能够开悟呢 必须要除这个痴暗 这个痴就是 迷惑颠倒 这个暗呢 是指的暗祸 都是指的烦恼 另外华言经 二约 这是第二卷 里面所讲的 如来智慧 无边界 一切世间 莫能测 涌灭众生 痴暗心 是即 会日 破痴暗之一 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 佛讲 如来智慧 他没有特别说是哪尊佛 所以我们看经文要特别细心 因为这个如来 他是从信德上来讲 那么讲佛呢 是从事项上来说的 所以我们看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他那个 所说的 那个顺序 我们也要特别留意 你看一开始讲什么 礼尽诸佛 后面第二条呢 称赞如来 李静诸佛是讲事项上 我们对他每一个人 都要恭恭敬 平等恭敬 但是关于这个称赞呢 那就要看了 看这个人 他到底有没有觉悟 看他是不是有做好事情 他如果做的是负面的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去夸他呢 那绝对不可以 那得了 如果我们到处宣传 他的那个恶事恶行 那人家不就把是非搞颠倒了 那我们自己要背因果了 所以这个如来是从心性上而说 而这个如来 他指的是谁呢 是指的一切 诸佛如来 不光是本是释迦牧的佛 阿弥陀佛而已 当然也包括呢 包括谁 将来的我们嘛 对不对 以后我们成佛了 你也跟佛一样 智慧就没有边界 真正明心见性 那对于一切法 没有灵不知道的 但是佛的智慧 我们一般人晓不晓得呢 不晓得 而这个智慧 能够帮助我们大家 永远灭除痴暗之心 这个就是会日 破痴暗的意思 纯净温和 这个纯 就是纯好的意思 净者清洁也 纯净指内心之 轻占离构 这就是本经经题上 所说的清静平等 温者良也 善也 何也 你看到这儿 有没有想到 孔老夫子的武德 所以孔老夫子的武德 我们不但要学 更重要的 要把它做出来 真的 在外表上 我们让人家 有个什么感觉 很温和 要很善良 两个人一站在一起 要让对方感受到 我们身上的磁场 是非常的 祥和的 那是真正有修行的功夫 可不要让人家感觉到 哎呦 我这个人身上的气场不好 我们可能没感觉 但是对方 他的 可能会比较敏感 所以要学习佛 这个 温良 温和 善良 这个和 就是平和 平的就是平等 温和 是指 一太之 温良 和美 所以佛菩萨 心地 清净 仁慈 那么展现出来的 就是 温和 平等 清净 极定 明察 这句话也是 蛮重要的 明察就是讲我们的智慧 但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没有智慧 它的问题出在哪呢 我们没有极定 我们心不平 心不清净 当然这个智慧就不能透出来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年轻人 心浮气躁 二十岁 三十岁 还是那么样的浮躁 有时候看了之后 我们也 也不说话 不吭声 为什么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嘛 我们也是这样的浮躁嘛 那现在怎么办呢 要改 要修正 自己的错误 要修什么呢 要修 极定 什么叫极定呢 这里有讲到 它是实际之 离体 明察者 智慧之 早用 所以大家要开智慧 就务必要修定 这个极啊 就是清净 没有任何的污染 定能就是平等心 心不动摇 心里面呢 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就是 此地所说的 实际离体 实际离体 是什么呢 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我们的真心 关于这个心呢 当年佛在令人会上 也特别问了一下 阿难尊者 心在哪 如果我们在现场 我们怎么回答 佛这个问题 尊者很厉害 他说了几个地方 他说七个地方 七处真心 我们能不能够说出 三个到四个地方呢 但是他说出了 这七个地方 结果怎么样 被佛一口全部都否定了 他搞慌了 那这样我不就没心了 我心在哪呢 请问心在哪 我们所认为的心是什么 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的就是心 对不对 这是平常我们 都这样子认为的嘛 而佛家讲呢 我们那个思维 想象的是什么 是八世里面的 第六世分别 还有第七世的执著 我们用的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心 但这个心 前面要加个字 什么 忘心 不是真心 常言也说嘛 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其实这个话是佛家所讲的话 三心 哪三心呢 第六世 第七世 第八世 那说二意呢 第六世 第七世 因此我们从现在起 要尽量的不要用第六世 也不要用第七世 也就是说 不要再分别 不要再执著 这才是用真心 您这样子做 就是在修什么 就是修极定 也就是说我们六根呢 不被外面的境界呢 所动摇 所以大家要有明察 那就一定要修呢 极定 这个智慧啊 这个智慧啊 是我们大家 每个人通通都有的 只不过有的人呢 他这个极定修成功呢 他的智慧就透露出来了 我们现在虽然在修 但是怎么样呢 功夫还没有到家 要继续努力 中进入约 这是永密言收大师写的 以一心为中 造万法如敬 这两句话是禅宗大德 他们常说的 那么禅宗他们修的方法呢 跟我们进宗用的是不一样 但是他的目标是什么 明心见心 而我们念佛 要不要达到明心见心呢 也达到明心见心 那你念佛 练到什么样的功夫 就明心见心呢 离心不乱 这个一心呢 就是忠 忠是什么意思呢 他有好几个意思 有最重要的 还有最主要的 那这个一心 它起什么作用呢 此地说的 造万法 就好像一面镜子 能够把外面的景象 造得清清楚楚 底下念佛呢 帮助我们去体会 这句话的意思 极定如镜之体 明察如镜之用 极定是真心 真心恢复过来之后 就像互能大师 说我讲的一句话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所以有人问了 这整个宇宙哪里来的 这个地球从哪里产生的 佛家答得很清楚 从心向生 关于这点呢 我们看科学家呢 也逐渐逐渐 他们所探讨的 研究出来的报告结果 跟佛法越来越接近 科学家已经完全否定了 物质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因为他们知道 物质怎么产生的 是念头的波动现象 是他们通过分析法 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而佛呢 早在三千年前 就已经告诉我们大家 相由心生 色由心生 一切万法 都是心向生 关于这个真相 法身大事 就已经看到一些了 但是他跟 原教八地菩萨相比 那还是相差蛮大的 所以真正看到宇宙的真相 至少他是八地 也就是阿维悦智菩萨 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之后 是什么地位的菩萨 灵救是八地菩萨 这个便宜可占大了 但是我们很有意思 什么烦恼也没有除 什么习气也没有扔掉 居然灵救是阿维悦智菩萨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为什么 这无量寿经上有白紫黑字 记录下来 释迦牟的佛亲口说的 佛又有广长舌相 当然我们知道他说的 不会假 所以这一个大院 第二十院里面说到 皆坐阿维悦智菩萨 太了不起了 这就是为什么 十方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 他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您到极乐世界 拜第一 排名第一的佛 学佛 您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 其实我们呢 如果善根福的身后的人 你听到这儿就应该怎么样 要念佛求生净土 因为去极乐世界太好了 我们要拜师求义嘛 求学嘛 应该要向他学习 下面说到 寥寥分明 秋毫不爽 故约明察 这个秋毫呢 也可以写成了另外一个秋毫 秋天的秋 毫节的毫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鸟兽在秋天 刚刚长出来的那个细毛 它是比喻呢 细微之物 所以我们不是有个成语就说吗 明察秋毫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么细小的东西 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那巴提菩萨 他看什么看得很清楚啊 佛家所讲的嘛 这个物质最小的单位 极微之微 巴提菩萨就看到 七地以下的 他们只是听说 但是没有证的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现在有听到极微之微 见到没有呢 他在哪呢 就在眼前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只是觉得佛不会讲错 我们相信 但是呢 真的到达第八地的时候 你就是亲眼目睹了 后面讲 极定明察者 继而常照也 在大成纪里面常说 照而常及 继而常照 这就告诉我们 定跟会 这两者是绝对不能够离开的 所以我们想要开智慧 就一定要修啊 这个定功 我们用什么方法 来修定功呢 哪些方法 八万十千法门 统统都是修极定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 一个特别的方法 就是念佛法门 这个好 这个更加适合我们 现代众生 伟大导师 敬影书约 以会开人 名为导师 这个开人呢 就是说 帮助这个人呢 能够破迷开悟 下面 物圣啊 跟大家补充一句 这是在 《未遗本的无量寿经》里面 一句经文 他说 入众因者 开化一切 这是释迦牟尼佛 讲一件说法 能够帮助我们觉悟 那佛呢 天天讲开示 讲完之后 他会产生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 就是那个话 其实台上的法师 他看台下的听众 看得很清楚 你看法师在台上讲 他就可以看得到 每个听众的表情 看到大家的眼神 上课的时候 上课之前 大家是一个面孔 快要下课的时候 再看大家的面孔 就不一样了 本来呢 进讲堂的时候 有的同学 还心里面有事情 有些烦恼 结果听完这一堂课 就发现 这个听众就怎么样 他那个脸上 那个愁云 就散开了好多 他的眼神也开始放光 心情就舒畅多了 不能够小看 这个开啊 这个话的作用啊 当然不是我们 法师有这么大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呢 是诸佛菩萨 龙天善神的护士 才帮助我们大家 达到这样一个 效果 你想想看 光是这一堂课 就能够产生 这么大的效果 如果天天听课 您说这个人 会不会变化气质啊 要 所以大家呢 应该啊 天天熏修佛法 因为它产生的作用 真的是佛家 他所讲的一句话 叫不可思议 在经上讲啊 这个讲经说法的 影响力 所谓是 佛以音音而说法 众生 随类各得解 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大导师 这个导师啊 是对佛的一个尊称 有时候我们简称 大师 大家一定要知道 导师 大导师 大师 是谁才可以称啊 诸佛如来 另外一个特别的 可以称的就是 尽忠主师 可以称为大导师 下面会书说 为师道者 士气正路 过曰 导师 此地这个道啊 是指的菩提涅槃大道 假如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道 这就称为师 谁帮我们走回正道呢 诸佛如来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 诸佛如来 尊尊教会 底下念导说 能如普贤大事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以罪及原顿之法 普利九戒众生 故约大导师 的的确确啊 我们看 《华影经》上面呢 就有这个视线 你看这个 文殊菩萨 代表呢 解门 普贤菩萨代表呢 行门 行门当中 以十大愿望 最具代表性 他第一条就 做到什么 礼尽诸佛 所以我们看 普贤菩萨 他教导大众 这十条 不但他自己做的了 你看一切诸佛呢 也极力地推广 这十条 佛在经上还特别 讲了一句话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原成佛道 所以我们这一生 想要往生西方进度 要不要做到普贤使愿呢 说老实话 非做不可 做不到 就去不了 你看《华影经》 到了最后 不就是十大愿望 倒归西方进度吗 所以善才同志 参访那么多的菩萨 到最后 老师呢 也是劝他到底的世界 其实我们再看前面 第一个老师 他的启蒙老师 文殊菩萨 也是教他呢 念阿弥陀佛的 这当中 这五十多个菩萨 也是教他这样子 我们现在 专一学《无量寿经》 专门学这个极著 专念一句佛号 请问 文殊菩萨 普行菩萨 看到了 开不开心 非常欢喜 为什么 跟他所愿的 所想做的事情 完全弃入 所以我们现在 要把全部的精力 时间呢 灌注在这部经上 灌注在这个极著上面 江老师话 我们真的很希望 诸位同修啊 多花时间 看一下黄念老 这个极著 非常好 以前嘛 其实物生很早就遇到 这个极著了 刚刚出家就遇到了 97年的时候就遇到了 那时候只只看了一下 就放在书架上 就没有再去碰它 虽然师父上 讲经的时候 偶尔提到 黄念老这个极著 但是我们都没有怎么样去学习 哎呀 现在想一想浪费时间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回到达拉斯 哎呦 97年了 07年 17年 今天是2020年吗 23年 如果物生23年都在专攻这个极著 那现在肯定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不过呢 一切都是 都是因缘生法嘛 所以现在呢 学习佛法这么多年 真的体会到这个极著 汇集的太妙 太殊胜了 我们希望每个同修啊 都能够听古人那个劝告 真正做到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解门方面 我们就一平这个注警 是非常好的 下面讲 调福至他者 调者调和 调领 调顺 调起心也 如果有人问 佛法是什么 我们就跟他说 佛法是什么 佛法就是心法 学佛 我们学什么 就是修心 把那个心意改过来 灵就是谁呢 灵就是诸佛如来 所以这里讲到嘛 调其心 这个佛呢 就是降伏 制佛 降伏其非心也 什么叫非心呢 非心就是妄性 金刚记里面 就有这样一句话 应云和珠 云和 降伏其心 所问者 正是调福之一 金刚经那个修学啊 的的确确实 我们一般很难做到 但是如果 把这两个问题 用在我们这个 净土法门来说 我们知不知道 怎么去落实它呢 这里讲吗 应云和珠 心应该放在哪里呢 放在阿弥陀佛上 大家容易懂吧 还有第二个问题 怎么样 降伏其心呢 念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吗 是不是 这就 不是很难了 所以啊 这个 净土法门 真的是古代的时候 讲的一句话 上根 中根 下根 下下根人 也绝对能够成就 关键就看我们大家 对这个法案 是不是真的相信 还有 是不是真的想发愿 要求生西方净土 具备真性切愿的人 没有不得度的 那如果我们放下的多 烦恼去的多 那你的品位就高 放下的少 我们一般都生到这个 凡神同居土 请再看底下 若隐身其一 则开现本心 是条自一 相辅非心 是福自一 所以诸佛如来 的的确确啊 每天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帮助我们 把这个身心呢 调回到最正常的状态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的心正不正常呢 不但不正常 再加个字 很不正常 是不是 既有妄恋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怎么办呢 赶快回头 从今天起 要修亲近心 要修平等心 伟大导师者 必于自心他心 心能调伏 自身入道 以谱令众生入道 自心大觉 以广令众生 入于觉道也 我们看这句话的开示 讲得太好了 那我们总归一句话 就是我们要帮助别人调心 首先要调谁的心 调自己的心 我们想要帮助别人 大车大悟 那自己也不大车大悟 要吧 谁做到这一点呢 大导师 诸佛如来 他们就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看这里讲 他是自心他心 息皆调伏 息就是多的意思 皆也是多的意思 所以佛菩萨能够调自己心 也能够把众生的心 调伏到非常的清净 这就是功夫 下面是念脑总结 诱文大意为 这个诱文呢 就是前面这一段解释 说什么呢 菩萨一心正直 你看这里特别讲到一心 一心才是真心 执心是什么呢 维摩居士讲得很好 执心是道场啊 执心不偏不邪 并且呢 安住遗圣法中 这个遗圣法就是指的 一生成佛的大法 我们净土法门 就是属遗圣法 我们只要做到四个字 就能够成功 哪四个字 信 愿 持明 这是欧威大师所提倡的 富具善巧方便 精请求法 广为人说 悉无厌倦 我们不但要自立 决定有把握可以往生 同时呢 还要发心 劝勉有缘的人呢 也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尤其现在 灾难这么多 众生这么苦 真的很多事情呢 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住在道场里面 也不看电视 也不听广播 也没有报纸杂志 每天接触都是佛经 偶尔听到别人讲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觉得很惊讶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呢 媒体上都没有报道 怕造成恐慌 因此我们现在这个 劝大众啊 改恶为善 转迷为恶 真的是头等大事 我们如果现在再不回头 那后面的灾难 真的是会越来越严重 你看光是这一个病菌 就搞得我们全世界 都很多麻烦 很多问题产生 那如果后面再来别的问题呢 你说怎么办呢 那用什么方法 能够化解这些灾祸呢 佛法 所以这里下面就记得讲 菩萨戒得清净 我们应该要跟菩萨学习 认真的把规矩守好 这个戒得 刚刚说了嘛 弟子规 太上感一篇 十三一道经 一定要认真的奉献 因为有戒得 故所言说 能令闻者 心悦幸福 这个信 就是听的人 他完全不怀疑了 福是什么呢 他不会跟我们辩论 他完全打心底里面 佩服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自己看佛部长 真的是很伟大 为什么呢 他是身教 重于言教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一些家长 或者听一些老师 听一些同学就讲啊 哎呀 这个现在小孩子啊 很难带啊 很难养啊 这现象普不普遍呢 很普遍 其实我们再往深处去看 很正常 这个时代 我们污染的这个源 非常之多 电视是染源 电脑是染源 报纸 杂志 手机等等 全部是污染之源 在这上 我们从小没有说过良好的 这个教育 缺乏家庭教育 缺乏道德教育 缺乏伦理因果教育 所以我们呢 在一碰上外面这些恶缘的引诱 很容易身不由主 就被他给拉过去了 那怎么办呢 赶快补课 再不补就来不及了 从哪里开始补起呢 三个根 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做起 我们不要要求别人做 自己带头做 一个人做 就会产生一个效果 十个人做 就会产生十倍的力量 那一百个人去做呢 那这个力量就会更大 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本心 开始发起 我们要把这个愿心 要扩大 我们要帮助这个国家 帮助这个星球 帮助近虚空变法 且所有众生 能够尽造的离苦德力 当然了 想要帮助别人离苦德乐 那自己要不要离苦德乐 要 你看我们听这一团课 大家都觉得 精神特别好 是不是 这都是佛法呢 带给我们的真实 现前可以得到的利益 所以佛法应该要天天学习 好 我们今天学习到这 莫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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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